《西京醫院》 位於陝西省西安市的西京醫院 隸屬中共空軍軍醫大學 是三級賈等醫院 2019年12月26號至今年1月15號 追查國際組織的調查員以病患家屬的身份 聯繫到這家醫院的腎醫治科醫生李國偉 詢問腎原情況 追查國際的兩名調查員通過多個角度 多次調查取證 獲得了5段關於中共活摘器官的錄音證據 調查員最先以病患家屬想換腎為名 咨詢李國偉是否可以提供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弓體 說到器官來源時 李國偉言談中暴露了 中共長期謊稱器官來自死囚犯 和紅石字會公民捐獻等 以此掩蓋活摘器官的罪行 調查員進一步追問 是否只能找到法輪功學員作為器官弓體時 李國偉直言 只要肯多花錢就能找到 李國偉還表示 如果病患家屬擔心醫院糊弄病人 可以在手術前直接帶病人與家屬 看到器官弓體本人 調查員詢問 供體器官是否直接在西京醫院摘取時 李國偉在回覆過程中透露了 從前在別墅或小診所摘取器官的事情 調查員詢問 供體器官是否直接在西京醫院摘取時 李國偉在回覆過程中透露了 從前在別墅或小診所摘取器官的事情是真實存在的 李國偉也承認 雖然官方公開表面上宣稱 用的是優質年輕 沒有原發病的器官 但他們實際上用的 就是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在前四次的調查中 調查員都是以病患家屬的身份諮詢 第五次便以追查國際調查員的身份 正式對李國偉調查取證 希望他能夠配合調查 披露真相 但李國偉拒絕配合 追查國際組織的調查資料表明 中共軍警醫院涉嫌系統參與了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謀殺法輪功學員的群體滅絕性迫害 他們的參與使迫害更加殘酷和隱密 而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行為 至今仍在繼續 在很多次的一位 指出自我對方的阻力 成功的健康 一系列 我們今天職位明我隨便 請您 請您 請您